現在2020之時 大家可以注意到 韓國瑜現在這個時候是 人氣跟包含民調是最高的 當然蔡英文跟柯文哲 在防著韓國瑜 可是國民黨裡面 吳敦義把黨內初選的規則 給訂了出來 但訂出來之後 有些大佬好像心裡面不滿意 是 表面上國民黨 還是按照他們原來的規定 就是七成民調 三成黨員投票 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留下一個伏筆 就是有萬一的機會的話 不排除徵兆 不排除徵兆 這一句話聽在有一個人的耳裡 就非常不爽 這個人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當然很不爽 為什麼 他會覺得說 他要先講 我是忠貞的國民黨黨員 如果你也是忠貞的國民黨黨員的話 就應該現在就出來參加初選 哪有說我們全部選完 你背後又跳出來了 這樣子只會造成動盪不安 他覺得這樣子不行 然後他認為 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聽的 都會覺得很有趣 他說誰是最能團結 那個國民黨的人就是我王金平 最能夠團結國民黨 這個讓大家也聽得滿詭異的 然後他要強調 他跟韓國瑜之間交情不錯 然後他只當四年 四年之後就可以 韓市長就可以出來選 可以一展成才 這樣子巴拉巴拉的 意思就是說 你就先讓我當四年 當完四年之後 韓國瑜再來當都可以 又拉攏又打擊 然後更重要的就是 他的支持者有一些人 傳出來就說如果說初選 你們這樣亂搞不過的話 王金平不排除脫黨競選 自己要跳出來選了 這個真的是好像 一步一步再加深 到最後好像已經變成 有點恐嚇的味道了 這感覺真的是很奇怪 但是王金平真的是 最能團結國民黨的人嗎 這個聽起來 就讓人家覺得很詭異 而且他說他如果當選的話 他可以把國家大事 逐一處理完成 是怎樣 我們都知道 王金平在台灣最有名的是什麼 僑王 僑王 對 難道我們要派個僑王 去跟中國大陸喬一喬 看能不能喬出什麼 兩岸和平協議來 是這樣的 你確定這樣可以嗎 實際上很多人 為什麼會對王金平有疑慮 不是沒有原因的 理由 我們大家來看這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裡面是什麼 你看這張照片 中間這個人是王院長 對不對 旁邊這些人 陳菊 那不是花媽嗎 對 花媽 邱憶瑩 邱憶 對 然後這個是林一華 然後趙天麟 你看旁邊全部都是民進黨人 看到沒有 他不是國民黨 怎麼旁邊全部都做了民進黨 你以為人家喬王這個 外號白叫的 要喬你 如果不認識人家怎麼喬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大家有網友 這個網友講得比較激烈 他說這張照片 大家早已心事肚明 若還質疑參選到底 破壞黨內團結 不僅是叛徒 各位 讓大家唾棄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們之前是曾經發揮過 毛紅政爭 你還曾經跟國民黨打過官司 對不對 這樣的人能夠團結國民黨嗎 再來我們看看 在國民黨真正有危機的時候 王靖民是怎麼表現 大家記不記得2015年 國民黨當時看起來整個 因為2014 憲市長選舉已經大敗 大敗之後2015 總統黨都要初選了 初選的時候 王靖民半天不表態 到了最後他表態 表態說因為不符合社會期待 所以他不選了 不選了表示 他自認為自己能力不足 不選了 好 你不選的時候 結果等到6月要換柱了 這個時候他又一副很期待 就準備要幫國民黨 扛這個責任又要出來選了 所以一個人如果這樣 反覆無常的話 你確定這個人會增進黨內的團結 還是會讓黨內的團結更加破裂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大家自己想一想就好 很多事情不用講得這麼明 但也有很多人就嗆說 不然你真的要脫黨競選 你就來 看你會怎麼樣 實際上我們來看看 過去脫黨競選的一些例子 2012年的時候 當時兩黨代表蔡英文跟馬英九 這兩隊不用講 當時宋楚瑜跟林瑞雄 連署出來選 成拿到2.76% 只有2.76 對 非常非常低 完全被邊緣化 你知道也影響不了大局 因為這2%多 就算加上蔡英文這邊 他還是要輸對不對 然後2000年的時候 這是最接近的時候 你看當時宋楚瑜跟張昭雄 然後36.84票 非常高 連戰他們這一票 反而被逼了23點多 然後陳水扁就有讓陳水扁得力 這是因為國民黨內部分裂 造成了讓陳水扁得力當選 一個洛沙卡都的方式 可是你看其他這些 李瑤 馮沃翔出來選 或許信良 朱瑞翔出來選 0.63% 0.13% 對 非常低 這非常非常低 你看自己脫黨競選 最好的時候 就像宋楚瑜在2000年的表現 趙叔 趙叔 而且還是害自己得黨輸掉 1996年的時候 當時你看有陳旅安 王清風這一隊 林洋港 郝伯村這一隊出來 你要知道當時他們 陳旅安或林洋港 他們的聲望絕對不下 於現在的王清平 結果應該一個拿14.9 一個拿9.98 而且完全不足以影響大局 因為這三個人加上王明明 跟像你加起來 也抵不過一個李登輝跟連戰 所以你跳出來 最壞的情況就是你影響到大局 害國民黨本來贏了會輸掉 正常的情況就是 你根本影響不了什麼 就是讓你自己 還有你自己所屬的派系 整個弱化掉 王院長如果真的要這樣幹的話 我相信其實很多人就等著看 輝文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之前講的幾大太陽 居然現在王清平自己跳出來了 他現在這個時候 我先當四年之後 再哪里韓國瑜當 哪種事情 喬王將喬 連總統大會都要用喬的 但喬下去結果會不會變成 小英 羽翁得利 李光雄 我先開個玩笑 我來考大家 1976年 1976年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1976年還沒出生 1976年是王清平 王清平第一次當立委 是1976年當到現在 你看他當幾年了 現在是2019年 1976年 40幾年了 他開始當立委 1976年 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立法院 我為什麼用1976當這個開頭 就說以我對王院長 粗淺的了解 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 怎麼說 他怎麼可能 他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流閃閣的 他怎麼可能 因為這樣子我就這樣這樣 那個是策略的運用 你看韓市長現在在拚經濟 他的高雄市農會的理事長 蕭漢俊 那是王清平的大樁腳 大師兄 所以這次韓市長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王清平有出力嗎 有 蕭漢俊有出力嗎 有 這都我們都不能否認 所以你想以韓國瑜 加秀優的情況 他也不會跟王院長 不可能翻臉 跟吳敦一也好 跟朱立倫也好 他一定要互相的友好 所以立高雄你容我亂點鴛鴦譜 你看蔡總統 蔡總統本來是要offer 王清平去當海紀會董事長 如果韓國瑜 他能夠順利的當選的話 可不可以請王院長說 你對兩岸這些東西 你有這個興趣 你有這個專長 那是不是你去當海紀會董事長 我是舉例 吳敦義之前也有人亂點鴛鴦譜 我們《中國時報》也有報導過 那是不是吳敦義 他在立法院 當過國民黨秘書長 在立法院也有很多的經驗 他當過行政院長 是不是吳敦義去當立法院長 讓他去修理柯建民 因為柯建民在立法院 囂張這麼多年了 朱立倫 他當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如果說韓國瑜當總統的話 行政院長可不可以當朱立倫去當 或者說什麼各種的職位 其實我舉這個例子說 我這是舉例 我的意思說 因為有很多的選舉的資源 需要國民黨的太陽 協助韓國瑜 所以我要跟觀眾朋友講說 現在還不到翻臉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講 那個抗議程是一個人性的表現 林鄉先生我等了這幾十年 好不容易這麼接近的 寒流起來 然後民進黨現在黏著頭腳 我距離總統這麼接近的時候 你韓國瑜跳出來 把我幾十年的布局都打翻了 我總統當不到了 怎麼可能會沒有情緒 所以我的意思說 情緒的反彈很正常 所以你說那是情緒反彈 一定了 所以我可能可以當總統的 結果民調打不贏柯文哲 也打不贏韓國瑜的情況下 你要讓那些太陽有台階可以下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去喬的 都要去分配的 沒有那麼的 這個就是如果你要當中的話 這個很簡單 就韓國瑜的挑戰 你不能得罪這些太陽 因為這些太陽後面 都各有山頭 各有派系的勢力 購民動網也不是吃素的 韓國瑜如果真的要出來選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說白平 第一階段也好 第二階段也好 你要如何做決定 是討厭韓國瑜的時候 你如果能夠處理到這些 把國民黨這些太陽都摸好 大家不要吵了 各有分配 各有所思的時候 這時候他出來選的時候 那個震盪性就出來了 國民黨不能再內討 國民黨剛剛韓民雄解釋那些 都對 也就是會有漁翁的 都是內討之後的結果 沒錯 所以 因為歷史的經驗太慘痛了 就不能讓他再重演了 他們會繼續教訓嗎 希望是這樣子 但是關鍵不在那些太陽 關鍵在韓國瑜 你要擺平這些人 你要用什麼樣的職務去跟他 這個就是政治的藝術了 你要怎麼去擺平這些人 他說你至少不要 你不要幫忙沒關係 你不要幫倒忙 如果說這些太陽 都能夠約束好了 那就是反正我民調 全部已經克文子 他們自己心裡有數 但還有時間 我不是說這些太陽 就已經出來了 可是王靜民之前一直說 他現在說要參選到底 對 那個 1976年 他老生跟我說 我要顯示我的決心 他們有這個權力去一搏 朱立倫也是一樣 吳敦也是一樣 我還可以拚拚看 郭靜 現在這個時候 看來慧文講的話當中 有帶一點玄機 可是我們看到 這張照片當中 也有一個玄機在其中 看到王靜民旁邊都坐的 這時候都是綠營的人士 可是有人就說 王靜民看起來 好像是個藍皮綠骨 但他現在這個時候 這樣子僑亡在玩壓劇 會不會搞到最後 突然之間發現到 他在搞破壞 這種畫面我們看得多了 怎麼說 我們以前的立法院在開火的時候 大家都在那邊平台的時候 到最後也是要去後面休息室 再去協商 這種畫面我們看多了 真的 進去協商的幾乎差不多 都是一些綠營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要替王院長說好話 還是要說壞話 說好話 我會害你更為國民黨的錢才有萬壇 你說壞話 我是覺得也沒什麼壞話 那都說好了 兩次角度來說 我跟你說 僑這期 僑這期社會地位是很高的 這個台灣文化 要有一個身分才能僑 對 你不管是社會書兄弟書 或是說去警察局 去議會去什麼地方 這期僑 這是最高藝術 吉祥沒教 吉祥沒教 你憑什麼要去僑 人家也不去拜託你出來僑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把這個僑制 把它汙名化 其實很多的政治 政治就是大家投協 政治不是1加1等於2 政治不是數學體 政治是化學 所以說很多事情都要經優僑 所以說這個相片 我不要說相片 那個場景我看多了 因為我 我做那三年 我算帥的 議員說做四年 我做六三年 一次議員做我家裡 沒時間沒時間 冠西帶15條 你就知道那段時間 多次在完結書 你去重新看畫面 第一個衝上台的 不是我林國慶嗎 你做錢 我腳掌好了 如果問生說 國強 塞一下馬尾就穿這樣 對不對 年輕 王院長說 不好意思 國強 你這段時間 雖然我們一間三年的董事 你浪我的處所比我沒浪那麼多次 我抱他比他老婆抱得多 所以說其實 王院長我認為 他是血統上的問題 國民黨裡面 他說換個角度 王院長如果帶你開國民黨 來民進黨的位 他是受到民進黨重用 而且備份很高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王金平 他在南部地區的人脈是非常廣 也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背後最大的助力也就是王金平 但現在王金平說要選2020 他要繼續堅持下去 這樣對小英來說 不是小英心裡面很開心 第一個 韓國瑜確實是欠 王金平一個人情 陸軍算是最強的 貢獻大 最大的大概就王金平 你說這次不是靠陸軍打贏的 這是每一個人的解讀 沒有三三造勢 恐怕這個寒流要解 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只有陸軍當然也不行 我一直在查資料 就是王金平到底有沒有說 他一定沒有提名他也要選到底 沒有 他沒有這樣講 沒有 所以大家不要把他 好像是已經設定好 說我沒有給你提名 你也是要獨立參選到底 甚至聯合報系統 他都說他否認會參選到底 如果說要獨立參選的話 這每一個人的解讀 他是沒有回答 人家剛才問這個問題 說如果沒有提名 你會不會獨立參選到底 不回答他就走了 然後就一大堆的這個解讀出來 我是覺得這樣子 能夠幫韓國瑜選總統的 在四顆或是幾顆的藍色太陽裡面 就只有王金平 我這樣講或許大家聽不太懂 如果說王金平堅持在那一邊 然後讓四顆太陽 五顆太陽 跟藍色的支持者有所期待 違背的話 藍色的支持者期待就是 韓國瑜出來 結果四顆太陽在那裡不相讓 如果王金平最後關鍵時刻 喊出一句話說 我們這太陽全部退位 讓新的太陽上來 他可以講這個話 朱立倫不可能這樣講 吳敦利已經搶先講了 吳敦利這個人很聰明 你說如果這裡面公立最強的 巧 要放人情 公立最強的吳敦利主席 他說不排除徵召 他嘴說的 當然徵召不是主席一個人說的算 不排除徵召 他這個說出來 如果未來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還會省一個大人情 大公一見 你知道嗎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這個時候 當然我不是國民黨人 我看得越亂越好 但是我是覺得 做人要有一個基本 就是說我們要救世論事 王金平並不是會危機參選的人 既定我對他會非常良心 我在立委員跟他太久了 我五任立委在那邊 他從來在我們處理的過程中 我幹過三長 我們這些都是幹不行的 這個資深委員 他從來沒有背叛過國民黨 剛剛大家都談 韓國瑜跟王金平之間的一些事 本來韓國瑜他從高雄下去的時候 王院長是反對 不能說反對 至少不支持韓國瑜選高雄市長 他說選不上 這件事沒有幾個人知道 那王金平到了最後為什麼幫助韓國瑜 他就去求到四道千 四道千一抽完了以後 他轉而支持了韓國瑜 但是他雖然支持韓國瑜 但是他雖然支持韓國瑜 他的樁腳 蕭俊翰他們等人 雖然是幫韓國瑜 因為我在2月27號的時候 我就先通 我先通知你們 當國民黨總統 副總統 提名選舉辦法通過那一天 王金平就會宣布他要參選 好 王金平的算命 只是算到了說 他甚至於在鵝鑾鼻 還有其他的宮殿算到了 就是說他只期待有一個總統 副總統選舉提名辦法出來 那至於說參選到底的決心 就是因為大家認為他很會瞧 就是怕他瞧 或者跟其他人瞧 所以幾個幕僚就建議他 要表達參選決心 然後3月7號早上10點10分 在國際會議中間 他要宣布他參選的聲明 為什麼選10點10分 就是V 10點10分 是不是一個勝利的標誌 這個勝利的標誌 都是神明的指示 什麼 別再說有神明指示 對 就是這樣子 10點10分是不是V字 對不對 就是10點10分 羅馬數字的 對 羅馬數字 就是說希望他能參選之後 國民黨能排除萬難 如果他的民調是第一名的話 他是參選到底 民調如果民調了 他在總統副總統選舉提名辦法裡面 他民調拿了國民黨的第一名的話 OK 那個時候你還要跟他瞧 他不同意 如果他是二三名 或者跟吳敦義一樣的 那你說他就會接受一些僑 他就會接受僑 所以就是說 去解讀王院長的一些聲明 最重要的是他 幕僚對他那有什麼建議 那事實上王金平 我能夠封在浪費 他跟人家一樣 留給他 飆 幫時 有什麼 你還要做 反面 沒什麼 一 往後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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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們 我們 我們 就 我們 去